我只知道我有房子 房子是实实在在的 可租可受 可抵押 干我们这行的 为首被伟的都淘汰了 只有眼明手快 胆子大才能赚上钱 赚钱也要讲规矩 李沐佳 你的问题就是 凡是讲规矩 结果到现在 男人 房子一个都握不住 都三十岁了 还被小男孩牵着鼻子做 你什么意思 你别过我说话难听 话操理不操 你想想 你跟丁丽潭分手那会儿 多利索 是吧 那黎光不一样 黎光就跟他北极公似的 遇见都不容易 人家对你那么好 结果你说撒手就撒手 多可惜 现在还跟那个 叫令达的小男孩扯在一起 人家小男孩是有趣 但他有大把的时间跟你耗 你有吗 你说完了吗 我没时间跟他耗 我们两个就是合作关系 我不是李万斌 我不需要你管 你三十岁了 我三十岁怎么了 田仁我就告诉你了 不管你是买一个单元 还是买一栋楼 我都反对你买 你们家你变了 你现在都见不得我好 是你变了吧 你现在膨胀的 都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 我就告诉你 别买 这就不因为我 别买我 我不会不会 对莫愁远林这么上心 也不会专门抽时间 听林达跟我归报 我明白 本来投莫愁远林呢 其实就是像 布局上下游的产业链 为我们集团服务 但是现在 但是现在我希望它能活下去 我希望它可以做大 我会在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 尽全力地支持你 我想看你实现梦想 谢谢 如果结果明确 那么路径也是明晰的 从现在开始 从财务到商业 你们要走的每一步 必须坚实地按照规划 踏实地走下去 我说得清楚吗 明白 还有吗 没事 那我走了 嗯 再见 再见 穆佳 你下游 创业不是一拍脑袋就决定的 况且黎光明确地表示过 如果这笔资金到位之后 我们再达不到预期的目标 就没有然后了 我也跟你说过 买下这片苗圃 可以进行圣经化的改造 然后培育新的职务 再然后进行市场化的管理 我们就有无数个然后 是 我知道 你对职务跟原意 都特别地了解 种树是锦怀 但是创业就是商业 我们需要把控资金流向 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对莫愁云林来说 买苗圃就是刀刃 我可真跟你说不明白 我也跟你说不明白 活下去才有然后啊 苗苗前两天结婚 站在台上感慨万千 又是感谢公司 又是感谢老板 人家现在去度个蜜月 你就要告诉人家 就失业了是吗 公司就没钱了是吗 你这个老板怎么当的呀 我不在乎赚多少钱 我就是喜欢苗圃 就喜欢植物 让这个世界多点绿色 才是我创意的初心 李沐佳我愿意你懂我 我懂你 我特别懂你 你告诉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下个月有一笔资金回款 你告诉我这个月的工资 应该怎么办 我确实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加入的 但是创业也给我上了一课 让我知道 原来理想和现实的差距 有一个太平洋能源 虽然公司出了很多的状况 但是还有很多信任我的同事 客户 我就觉得人这一辈子 其实能够赚钱的机会有很多 但是能够让自己任性 让自己坚持的机会 却是越来越少 所以我想再坚持一下 再试一下 你果然还是你 是 就像你当初拿到黎明大厦的 控制权一样 你是为了从一砖一瓦开始 造最好的房子 我也想像你一样 从一草一木开始 从头再来 冬家 请你记住 我是你的退路 你不是我的退路 你是我的行镖 公司还有事呢 我先走了 来 来 喝 喝 来 来 干了干了干了啊 干了干了 别生了 好酒量 好酒量 好 来 穆佳 来 房总 我不上厕所了 我跟你说一下 那个相簿的事 相簿我看了 非常好 非常用心 真的 真的 你放心 我肯定向我们老总历见 我也知道你们女孩创业呢 也是非常的简单 你今天晚上喝了不少酒吧 自己回家也不安全 等会儿我送你回家 王总 我就是一个二本毕业生 本来连金达的门槛都够不到 但是我硬闯进去了 我不要工资 不要奖金义无劳动 只要公司有任何的不满意 我可以立刻走人 今天我们也一样 项目我们电资做 如果贵公司有任何的不满意 我们分文不去 但是凭借我的能力 可以帮助您升职加薪 成为炙手可热的经纪 好 我明白 行 行行行行 我等你 说吧 准备借多少 借什么呀 借钱呀 我都开口了 你多少借点 不然不给面子啊 我这么抠门的人我都问了 过了这村没这个店 谢谢 没事儿 姐妹在这儿呢 匆匆而来 匆匆而去 匆匆的那一年呢 没事儿 姐妹在这儿呢 我说我都说那我说是一天 我都问你 小我都问你 那些幻小手 又随风而来 这四季节的雨 像风没徘徊 青春的电影原来是谁的对白 一起留下眼泪 重新周围 谢谢你啊 这钱我真不能要 妈 不过再跟我说